本文来源 天使历史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中国近代史革命战争中 要说最残酷无情 最凶悍残暴 最视血诚信 最受信大发 进逐难输的一支军队 那就是青海的以马步方 马步青的马家军 1936年我红四方面军 五军 九军 三十军共两万一千八百人 组成西路军 在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昊的带领下渡过黄河 企图经由宁夏 甘肃进军新疆 到新疆接收苏联提供的 大批西式武器 在河西走廊 我西路军遭到了马步方 骑兵部队的围追堵截 熬战三月有余 在孤军奋战 没有外援 含尽良绝的情况下 西路军全军父王 二万余人 只剩下几百人 红军妇女独立营一千多人 全部被这活野兽蹂躏 马家军 这支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反动军队 他的结局如何呢 1949年5月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挥下 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战争 我军兵不屑任解放西安 其实 坐镇西宁的西北王马步方 自认为 马家军 曾经把共产党军队红军打得一败涂地 曾经有过所谓 归黄战机便坐飞机飞到台湾面舰蒋介石 不自量力地向蒋提出担任西北军政长官 索要巨额军费 此时犹如困兽的蒋介石一听大喜过望 1949年7月 当即命令马步方担任了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 陆军中将加上江前 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 马步方的独生子马纪元 被任命为国民党青海兵 团中将司令官兼第82军军长 律敌82军 129军 新边步兵军 新边骑兵军共6万余人 杀气腾腾地从兵线 干线篡到李泉一带 企图攻占咸阳 向西安进军 不子两还以为人民解放 军战斗力还像当年的红军西路军一样 梦想马家骑兵部队几个冲锋就能将我军打个落花流水 哪料到我西北野战军死 是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洗礼 早已是金飞洗笔 不但武器弹药比马家军精良 就是人数也远占优势 面对我一野一兵团 二兵团十多万人马 马家军的进攻就是以卵及时 我军精浮梅战役 固员战役和隆东战役 歼灭了狄骑兵十四旅马城前部 八旅马光宗布进万人马 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一路追击 占领兵县长武 京川 平良 清水 秦安 武山等地区 解放了隆东广大地区 紧接着 我军发起兰州战役 解放西宁 随后又陆续进驻黄中 大通 黄元等县城 面对我军的灵力攻势 这马家军不仅凶残 而且狡猾 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 一心怀鬼胎 玩起炸祥这马家军自知 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打 无疑是以卵及时 自知必败 黄黄不可终日的青马部 高级将领 82军副军长赵穗 参谋长马文鼎 129军副军长韩德明 100师师长谭成祥 357师师长杨秋荣 其八旅长马英等人 这些败军之将见我一野大军压尽 无路可逃 在马匹列二人做出保证 他们人身生命安全的许诺后 便纷纷表示愿意投诚 其后赵穗 马文鼎等青马军22名 高级将领在马匹列 拟救的归祥书上签了名 赵穗等数十名青马军将 肖像人民解放军投诚 然而 这批骨子里坏透的青马军将领 名义投降 实际搞的是缓兵之计 暗地商讨进行反叛 报仇血恨 以图东山再起 青马步八十二军齐八旅长马鹰 一百一十二旅长马云山 马云海等高级究极救部 搜罗枪支弹药 武装暴乱 二一股荡平 全军覆没 这是反叛的马家军匪徒 妄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持久战 游击战 他们大肆破坏公路交通和重要设施 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我们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派骑兵第二旅 骑兵第四团 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平息叛乱 在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 叛军迅速分化瓦解或溃散 非守马云山音内部矛盾激化 被同伙击毙 并在西北军区派遣步兵第八师三个团 其兵第六师两个团以及海东 海北军分区两个营 及各县公安局 县大队 武功队共同平息叛乱 经多次激战 叛乱队伍瓦解 被裹挟的乌合之众全部溃散 马英 杨芝云 马国怨等匪首先后向人民政府投诚 叛乱随被平息 我西北军区立即调助乳 沙尔的二师舞团主力 前往围剿 舞团于八日晚进入小霞附近集结 向占领小霞的叛匪发起攻击 在我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 叛匪迅速溃散 此一共击毙叛守马元海等37名 不获匪94名 其余残匪向小霞东北方向逃窜 我军乘胜追角 在红庄曹家堡附近又扶叛匪七十余人 活捉匪首韩笑霞 至此青海马匪基本肃清 三血债深长 祭奠英零至1951年底 在我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下 曾经在青海各地猖獗一 十的青马军叛匪被全部肃清 宣告最大恶极的马家军全军覆没 这些垂死挣扎匪徒一一落网 原青马军八十二军赴军长赵岁 一百师师长谭成祥 一百二十九军三百五十七师师长杨秋荣 新边骑兵军军长韩启功等三十名多名最大恶极 双手曾沾满红军西路军鲜血的青马军 骨干军官全部进行判决 押往西宁南门外刑场执行枪决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致死 这批猖狂一时 杀害万名红军的马家军匪徒 终于得到应有下场 英勇牺牲的公军 吸入军将士们 你们安息吧